另外我想我必須要再講到第三個層次上 第三個層次的議題比較深層 這個深層在哪裡呢 各位朋友 你知道反而會為什麼會成為熱點 這是因為日本人的犧牲才有引來台灣人的結寫 這些引來台灣人的結寫裡面 還有一部分是考慮到說 哎呦 那種不一種人家 種不一種人家 所以這大堆什麼媽媽談貴婦都不會過 都找到出來 對不對 是不對啊 但是我前面把它用正面來看 事實上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各位 今天不是一個核能的問題 我們早就應該進入到另外一個深層的城市 去思考到台灣要寫給自己 世代人生什麼樣子的未來 我現在七彩公園 現在你有跟我的拒絕嗎 對 是如何中友他們現在又在計算油價的公式中 這麼明顯 全中友的這種項目 那都是溫暖的 對嗎 人溫暖的 那請問你 台電跟中友 台藤這些特權波拉斯 這一些本來從日本時代的特賣制度流傳下 為什麼不能現代化 民主化 自由化 這些東西是不是講這個 台灣是不是早就應該製造 未來的力量的這個政策 具體辦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 不要永遠在當 像現在 馬英九他要製造古貿要跟兩岸簽訂什麼東西 然後你才要握手 在那邊 把我們侯不消去 我們這樣 我們為什麼不能制定自己的未來 自己的政策 奇怪 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等到被破壞 被而不能破 先找戰士先 我很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比如說隨便講起來 把台灣中小企業各行各業 至少幾百個行業聯繫出來 每一個人選一套 他那個行業 就是每一個行業選一套 國家應該制定的 企業的方案 政策 為什麼不能暴領這些東西 而是完全由整個特權冷斷來決定你的未來 然後你永遠只是在那邊抗爭 奇怪 不是主權在民嗎 從來沒有 第二 現在的選舉制度有沒有問題 各位你們想一想 現在的選舉要怎樣你知道嗎 你們以為公民投票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制度 公民投票法在2500年前就已經在西亞已經實施了 從選舉的結構來看 那個柏拉圖2400多年前已經替我們來提問了 他這樣問我 你仔細聽 看他講給有沒有道理 他說 簡單的日常生活 你都要委託著專業或技巧的能手 譬如說你買鞋子 你就會去找好的製鞋業 你要禮華的話 你要找高齡的禮華師 你生病的時候找醫生的標準 你生病的時候找醫生的標準 絕對不會是以醫生的口才來做標準 可是很奇怪 唯獨政治 大家竟然認為 只要懂得如何騙其選票 就可以治理城市或國家 你看柏拉圖在2400年前 體友能溫的這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到現在常常沒有解決 那要用什麼辦法 才能夠將一批無用偽紮 愚蠢堅定之徒 從政治舞台上棄除 同時又能選出最理想的人才 讓他來治理國家的宿籍呢 好 不要講那麼遠 19世紀的solo也說 我們所知道的民主政治 是不是政府的最後一種形式啊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有很多惡法 公職人員賢其罷免法第32條 應該繳納保證金 譬如說徒醒澤醫師今天要來請 五都基督請問你 他必須要先繳得起200萬保證金 譬如說算不夠 割掉了 我請問你 那像我這種人怎麼選 原本你也沒辦法 所以你看看 今年年初 那個哪一個地方要補選 那個一二十歲的年輕人 憑藉著那一種偏心漂白的老爸 那一種可以 把公款拿去喝花酒還可以除罪化的 你看他還是選上啊 你們沒有發現嗎 人家是在做啊 這叫民主嗎 那我請問你 你們這些真的有一點良知 有一點想要做好事的 你有沒有機會 那相隨心動是如何都改變 還有 國土利用環境病變 生態浩劫 龐雜的種種的人為 環境問題幾十年來 每下一況 從來沒有能夠真正解決 請問你 我們早就應該有一套 不管誰當選總統 不管哪一個黨派執政 而能夠共同一致 世世代代碰行的一套 國土的有助理 新政 畢竟我都改為台灣目前的問題 但是在這裡 因為各位水準太高了 我現在再給各位一兩個概念 你就清楚了 你的生長 任何一個族群的膨脹 任何一個在地球的有息生命的發展過程 從來都是Sigma膝線 你們知道什麼叫SigmaDM 就是本來小孩子要長的時候 慢慢慢慢 一長一歸一長 找到非常快 百七點 然後再過來以後 就怎麼樣 就慢慢下來對不對 到達三十歲 以後就更大了 細胞也都停止了 你的老細胞不可能增加 一出生都已經病了 然後照這個生長鐵板 開始就是進入到 接下來是什麼 上下震盪 Block Station 你知道台灣有史以來 不是有史以來 台灣的國民黨的 從古靈年代開始 所有的發展 它的模式是什麼 是無限成長的一條線 你知道嗎 當時他們把中文公路開門了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在做 柏拉門調查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中文已經那麼漂亮已經開門了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把大陸破關呢 我就去問他們 他們跟他們說 這才有需要這樣做 他們說 不行啊 因為過年的時候有多少車輛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病 扣通到多大的這個車輛 所以你知道台灣的公路嗎 你看看 日本是來開找了一條縱斷鐵路 接著台一縱斷路線 接著是什麼線 總共我們這裡總共為條 接下來二高 接下來台十七 接下來台六十一 接下來橫向二十六八的 有沒有 那一條路整個西部地帶 那是這樣 接著台台灣的道路 比幾十一還要多 平常 週一到 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去看看有幾部車在走 我就經常調查 經常調查 經常調查 是很清楚 平常幾乎不大有車輛在走 但是 全台灣的各條公路 我跟各位報告 隨時隨地都有好幾條正在修 你知道嗎 現在那個路不在營港版的派 不是在修 那個修理 你們知道嗎 現在台灣的工程 大到什麼程度 已經完成了 除了文字館以外 除了那些道理 隨時隨意 都在讓你不斷的翻修 你要知道 台灣早就創造了工程永續發展 總共年一萬做得要 一萬兩萬要 你知道嗎 那那些道理我 我直接來做工程 不要碰到 要是 你不要碰到 那些一碰到 那些一碰到 如果照年這種標準 好像 現在照年就要購買這麼大 好像台灣那時候 也是開支上班的一樣 那哪一部分 有這麼多人 現在 台灣無窮大的這個工程 造就出來 每一年 國家要負擔在這一些不畏的消耗 非常非常堪當 你知道 為什麼他工程 他就要做 沒有的工程 不過 最近幾天還在鬧說 台灣這個工夫人員 他不堪去 有沒有 那幾碰到沒有 我做廢工夫人員 每年我說 你知道 這間工程 這間工程 這三十四十 這是公衆 現在是 我們來的問題而已 我心裡不想做工夫人員 是來看那些 我心裡是來看那些 真好 一遍 一遍 我們來的摘疾 公民黨在摘 我也是要被摘疊的一個 當我要離開內政部的時候 你知道 那個內政部人事處處長 叫吳宏祥 他有七八個小孩 全部都是PHP 都是博士 他的兒子 剛剛那個什麼 有一個大學的校長 吳京國 建國 所以吳宏祥 這個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他 只有聽過我一次 在墾丁國家公文的演講 我一直去叫我 跟吳宏太太 蓋小律公安 不管什麼 我跟他去解 但是他從此以後 對我很好 等我想要離開的時候 他 特地從上面交代 要找我去問看他 要未留 你知道嗎 發生什麼事嗎 他怎麼未留嗎 這個很好笑 這很好笑 又幾次 他第一次的時候 我先講最後一次 我去找他們的時候 就洗了漂亮的圖畫 就送他 我就跟他講 處長 我知道你的好意 你要為了我 但是 你也曉得 我內 我的個性是怎樣 我今天在管理處 是遭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貪賬方法 都是貪汝嗎 那個什麼長 一個工友 一個司機進來 賺三十萬 下好那個司機 一年的工作量 說要想你去討那好 你去討當天 我還可以嗎 這我沒有直接 這麼有講話 可是今天 他是一個沒有錢的人 才需要來做當工友 才需要來當司機 你們連這樣提醒 對 我第一次就是 去跟那個處長講說 報告處長 我只有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問題 我可以解決 我就可以幹 公務人員 他說老弟 什麼問題 我說 我在當公務人員 看到我們那些長官 那樣貪賬方法 那樣吃 那樣貪 但是 為什麼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比我睡得還安穩 如果你能夠解決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就可以從政了 所以當我要離開的時候 他後面來欠我 我就洗了漂亮的圖畫 去送給他的時候 處長 你也知道我所在 我所看我的問題是什麼 我如果跟你講真話 對事情也沒有幫助 我跟你講假話 以你夜人之名 馬上就看穿 對吧 不管我跟你講真話 或講假話 一事五五 所以我感謝你 對我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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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辦法 我拿這個圖畫送給你 這樣就好了 他就笑出來 就說 老弟 我告訴你 我是中國當代所謂十萬千元十萬金來到台灣的 他是知識分子同意成本的 當年我在中國大陸 在三民主義的旗子天島之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號召千點才進 好 在這間旗子下怎麼樣 這個這個這個 好 接著 我中年 我來到台灣 我一樣號召台灣千年才進 這三民主義的領導旗下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 我告訴你 我年紀大了 我 再也不要騙人 你有看 你的個性 人世間 有一種人像什麼 那個時候 我看你還是像後者這樣去吧 又送我走 沒有要不理得我 我們在哪裡 當初 台灣整個東南的設計裡面是國性 無限發展 所以當時的電力所有都是用這樣的 因為他們也有一個基本的觀念 基本的觀念就是說 任何的發展是這樣 Sigma 期限上 但當時是無限成長 所以當時的電量步度是這樣 三十幾年 台灣不但沒有缺電 台灣的用電 那個備用電量還是大的一塌部 還是超過量的 第二 所有管界那些東西被測除掉的話 只要那些浪費電的部分出掉的話 台灣不但會缺電 因為你知道 你知道台灣電動到什麼程度嗎 你去看看裂坎旁邊 有一個叫做搓溪工程 搓溪工程是怎麼樣 你的電太多了 那電台都沒有用到 所以就用來 把那個裂坎的水 掉下去 有沒有 在下面再把水沖上來 那沖水幹什麼 為了花電 那花電為了幹什麼 為了沖水 為了花電 花電為了沖水 這個叫做永續發展 這叫永續循環 為什麼 因為變 它不能夠儲存 就是這樣 你去看看現在有多少 還有 有多少的 像火力發電的部分 它整個發電量 其實只有達到30% 還有剩下60% 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根本就是說 台灣根本就是 完整 Anyway 一句話 那些給你騙的 那些都會成功 但是 我普遇用的這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知道 有一個最基本的 環境上面 就是 所有的生長 都是SIGMA機械 那麼每一個 像台灣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真正能夠利用不到 不到一百萬公里裡面的環境 就是真正安全的環境 台灣在整個全球的這些便接裡面 你知道現在全球的增溫 台北市是破全球所有城市的最高紀錄 高達1.4到1.5度C 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 台灣的海漲起來的災難 也是全世界的兩倍 台灣工廠的密度是美國的68倍 是日本的二十幾倍 是全世界的多少倍 台灣每個人平均所散發 以及單位面積所生產的二氧化碳 都是全世界第一位 台灣 其實我們的土地所承受的人口壓力 環境壓力 都已經超過世界的平均值兩倍以上 但是 我們是超越我們能夠做的 那今天的享受是站在兩個觀點 第一個 它是盜起全世界其他的職業來我們這個地方用 第二 是盜起我們後代子孫無窮世代的財產 拿來這一代用盡 那事實上不應該這樣 所有的發展都是塞馬西線 那你現在應該比如說人口 台灣人口應該制定在一千二百萬以下 絕對不要像現在兩千萬 我講了幾十年的這個演講 你們都知道 台灣人口維持在一千五百萬以下 以平台灣的條件 政治即使不怎麼充這個精靈 都還可以禁止大統世界 台灣人口如果維持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人口之間 不管政治如何的親民 頂多做到小童世界 大統世界、小童世界 超過兩千萬 沒有講到不同世界 你再怎麼做都沒有用 因為它所承受的環境壓力 它是真的 還有各位朋友 你們知道五、六、十年來 我們做環境問題最大的痛楚嗎 我在1980年、1990年 在南鮮計畫在高雄 看他們被侵入在全海 我那個時候所思考的是 我們今天的工廠那麼多 我們每天生產的垃圾那麼多 我們的中鋼、我們的中油 我們的這個國演企業的這些 大污染企業裡面 製造那麼多垃圾出來 請問那些東西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現在掩埋在全台灣各地 特別是所謂的廢爐渣 只要公共工程的地方 都是那些什麼的 一大堆的有毒、廢棄物 真的在浮滿的 請問台灣還有多少可以貼 台灣不能夠送到葉球上 台灣必須要自己承擔 台灣人哪些人去承擔 別人要輸哪 我們現在所承受的 我們所享受的 我們其實把最大的災難影 都丟給我們的子子孫孫 最恐怖的我們還要護送 護送上這種全球之愛 也就是這個核變的這些 核廢 核廢的這些議題 所以現在可能就是說 有一個最基本的 台灣所有的政策 必須要有一個 什麼都是有一個它的最高極限 那這個最高極限就叫做 國家的終極目標 在國家的終極目標 也就是說 台灣能夠承受的存在量 有多少 有一個終極目標 什麼叫做政策 在這個政策目標底下 在這個國家終極目標的這條線 台灣應用著世界的變化 國內外的情勢 會有一個上下的政大 所謂的政策就是 控制上下政大 能夠即可的政大量 就叫做政策 你知道嗎 現在的台灣的官員 連這個觀念都沒有 他們不換了一代 偷野過一代 把一大類問題 一直的永續流傳下去 我們這一代感覺到最大最痛苦的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麼說 我看那個 其實你來看台湖 你來看這個台湖 那頭節是怎樣 以前哪有時候 那頭節有這麼嚴重 那是查錯了四十年 身影砍破之後 四十到五十年 災難而產生 你去看看現在的台灣的教科書 他把土石流都推圍 1921大地震 跟把土石流當作台灣本來就是如此 再也沒有人會記得 台灣以前人七十年 還要回海南的心理 造成人愛見在日本的日本 但是這些硬體呢 其實呢 我真的是呼籲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有一個成長的期限 政策 國家目標就是決定的最高的能力量 政策就是維持這上下正當的一種 台灣人能夠接受的 那你要採取什麼辦法 去維持我們的社會的坑 接受的衝擊量 同時呢 台灣幾十年來發展所造成的這些 環境災難啊 現在啊不管任何人當總統 不管哪一黨當選 不管是投或讀 這個國土 其實都是無法逃逸的一個現實問題 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一直在呼籲 幾年來六七年來 我去訪問了一些以前的政客 兩任的總統啊 宗教的大師啊 包括什麼 上國旗已經過世了 他們都說好 我說我們來推動一下 不管任何黨派當總統 當行政典大 要有一個最大公約數 台灣環境的問題 任何人 任何黨派執政 都共同一次的推章 我們先先把這個最大公約數找出來 這是我們任何人跟後代子孫 他必須活在這樣的家園 那這個家園呢 必須要有這樣長眼的政策才能改變 那現在呢 你們不是啊 你們一定上來講一套 然後呢 舊的行政店長創造一堆垃圾 新的行政店長 踏著以前的垃圾 再創造新的垃圾 一代一代的不斷的製造 更大的污染也展現下來 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那包括迴遍的議題也是這樣 我們可不可能有所改變 還有你們有沒有發現 台灣有一群議事的問題 這一點我把它叫做顯現文化 跟顯現文化 台灣人的教育單位 跟我們阿嬤阿公阿婆 手交出來的文化 好像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好像是火星人跟地球人很多多 到現在還是一樣 這個叫做一個叫主體統治文化 一個叫變統治文化 這一方面的能力 彌補有沒有很夠簡潔 到現在沒有人再在乎這個問題 只有那些理解物 你你記不記得一個華星阿 你在找台灣人 台八子有沒有 一個外交班 把台灣人講的是見得一塌糊糊有沒有 這個人其實很可憐 他只有一個問題 如果他的世世代代還留在台灣 當台灣被統的時候 又有新的外來者來了 一樣那個新的外來者 會比他今天罵台灣人更加激烈的 痛罵他的子孫 這就是台灣的背景 但是這個幾百年來 始終還沒有出力 再一點你們有沒有發現 台灣一個很好 台灣的公共存在有非常大的衝突跟矛盾 有些單位拼命引進外來走 不過像現在在鼓吹的那個什麼紅檸花 嘉義公園也種一大堆粉紅色的黃色的一大堆粉 拼命引進外來走 然後有單位花大錢 每一年花四億在清除 那個叫做小花瓣舌蘭有沒有 不止小花瓣舌蘭 但清除不受 可是零一年拼命在進口 還有有一些單位 每一年花幾兆幾億經費 再做水土保值 國土保安 有些單位 卻彼此不斷的開花 鼓吹農業上山 有些單位 必加速的批准高污染的工業 然後環保房體 環保單位也配合的放水 民進單位提議 奔命 不堂必打擊 我從來沒有看見這個國家的 任何政治人物 厭力解決 中華民國政府的標準化問題 你難道沒有發現 這個政府 隨時在做得完全相反的 敵對的議題的 有不同的政府單位 好像這是完全是不同國家在處理一樣 六條大公 嘿 很有意思 二十一世紀 各位朋友 有可能國家的定義制度 運作模式都會改變 公民社會 民間問題 早就應該掛頁與過往的這種問題 好 好 我最後講一個吧 那個 1990年代 我們那個反和 那一次反和 就是我們講說 真水的那一次 還有那幾年或是這樣 有一次我們就去反和了 然後事先 那個時候我在東海大學見課 然後我帶了那一班學生 我就跟他們講說 那個我們要上去講 學生亂 因為學生你們知道嗎 像你們知道 年年是一輩子裡面 追記理想性的時候 在高中前後 那個是一輩子裡面 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只求一個答案 不求千萬財富 我高中就是看他 沒有過來的一本 西洋這些史話 細言就是第一 開始就是寫這個東西 我就深受他的影響 真的一輩子裡面 總有一段時間 會是只求給我一個答案 不求千萬財富的男人借賺 還有 我現在也是有了歲數 我要奉勸這些年紀大的人 我告訴你 你在挑戰的時候 會想到 你絕對不是做了什麼 偉大的豐豐偉業 而是哪一些事情 該做唯一的事 你還沒有做 我現在看年紀大的人 把那個還有的夢 一定要趕快去實現 趕快去做 我們絕對不能夠放棄 所以當時 我們年輕人 可以講到 小時候很多大都參與 好啦 要參與的時候 沒有想到 我們請個遊覽車 那個遊覽車 就接受 國民黨那些要不要 那個請示在這裡靠過來 遊覽車 司機不要載我們 你們只好睡 還有 學生的家長 都接到教官的口味 跟他講 如果你們小孩子 看怎麼樣 那個年代才1991年內 已經是最近二十幾年前而已 那個時候還這樣 然後 我們後來又分 就化手回臉 就上去了 然後上去以後 這個大家參與了 又回來 就是發生了 我看見年齡的老婆 還要給你 帶回來客人 我們老婆做什麼 還要說 我到來 就讓這些參加的學生 在課程上 發表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感受是怎樣 你知道嗎 很有趣 有一個帶佛的 現在已經快要當立法委員 你看 那個學生 就起來講 他是一個一屆領袖 他就在學生時代 就表現得很模樣 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去找我那個樣子 他回來帶頭整 他就開始化癮 他說 我在整個流行隊伍當中 我看到大部分流行的人 都是穿頭鞋 嚼檳檬 抽香菸的人 他們酷 口吐檳檬汁 亂丟煙涕 淋自己的身體環保 都做不好的人 有什麼資格換核 我同行 就挺名挺名的 點頭誤嚇 請問你 你要怎麼回答 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 還好都做不好 有什麼資格換核 當我看到同學的 頻頻點頭 戶口的時候 我就上來 在黑板上畫一個天秤 我就跟同學說 各位同學 這些反核的 因為為什麼那些人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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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就問問他 反核者是不是來自和氏 當地的鄉下人 他們出身貧困 他們的行為 生活習慣 當然跟他們的戰利環境有關 相對的我問你 反核是為什麼 是不是為了對付超級恐怖的污染 跟災難 表達關切呢 當然 我說 反核是不是對民主制度 公共政策 永遠表達理念的公民權 當然是啊 我說 反核是不是為了廣大地球世界 被掛越世代安危 尊重生命 不可能受到萬一 當然也是啊 再問 反核是不是為了世代表達 保留他的選擇前的 一種大我公義的權操 當然是啊 那 反核是不是大我人格的表現 是啊 那我請問你 整個社會當中 在二三十年前 有幾個人敢站出來 接著我再說 同學們 你們念道大寫 知識達理 在入個人嚴信動的環形 好棒 如果那些站出來緩和的鄉下人 也懂得調整個人的生活習慣 那更好 然而當這些鄉下人 秉持了一份鄉土的危機意識 他流露的真情 跟你一樣 並不是純私為己 跟你一樣 有一位大公義混戰的時候 你把這麼龐大厚重的情操 放在天平的一端 另外一端 把他 休止 聖土 檳榔枝 個人生活的細節 放在另外一端 而且這一端 還比那個世代那一端還要重 請問 你這樣的權衡恰不恰當 我如果是你 現場 看見他丟肉色下來 我就拿你的舌袋 他丟我撿 誰丟我就撿 我跟你保證 當我在這樣做的時候 旁邊的人哪裡會跟著我做 他丟下來他就我在撿 他會臉紅 他會跟我說 開始喔 失礼喔 他也會來跟著來做 合不久 所有的行列 整齊乾淨 致敵 你今天不去這樣做 回過頭來 把一個大小的事情整個 這個 什麼叫比一年齒 各位朋友 剛好講完 所有的學生都這樣講 接著我告訴他們 什麼是客觀的啊 什麼叫重力 什麼叫客觀 現在人只會教你重力 重力就是讓 乞觀山 看那兒是他 不負責任 客觀是 真正有陽子際犯論事物 按照所有理性科學能解的 最後以某種價值去做限責 有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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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不謂 各位朋友 你們以為科學是什麼 我們這些學科學在幾十年級就很清楚 什麼叫科學 什麼叫科學點話 什麼叫科學家 科學計畫 我告訴你 有邪惡的科學 有男人的科學 其實大部分的科學都是男人的科學 有暴力的科學 有秘密的科學 有毀滅性的科學 科學不是中立的 科學不再是1940年代和鉛子彈爆炸之前 那一種蒙頓 所謂的蒙頓蒙頓標準 他們就相信科學是客觀的 科學是正義的 科學是怎樣的 科學是純粹為科學的 那一些鬼話的 我告訴你 現在沒有人相信那種鬼話 相反的大多數的科學是什麼 只是無知的知識 騙斷零碎的知 沒有方向感的知 無所節知的知 無法託目的知 致命的知 緩生命的知 助長病態的知 告訴各位 何能何戀就是極大乘 善惡之間非常妖怪 有的人是因為過笨 所以在某些時候看起來像善人 有些人是因為過聰明才變成大惡問 有些人竟因為過聰明也變成大善人 但更多的情況是既已存 而且是大惡大邪魔 究竟而論 善惡無光自能 但是我可以確定 鼓吹核電是既敦且惡 核電長一天不死人 兩天不死人 一萬天不死人 所以核電不死人嗎 它是讓你慢慢濫死 因何關係呢 我們今天 幸虧臺灣還沒有發生了嚴重的核能的議題 所以我們今天還可以站這裡 無論如何呢 我們總有還是可以稍微就演義的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想到 儀過信今天在嘉義照來這麼有水準的 我說是什麼 祭奸會神 從來我沒有看過大眾的議題 今天向各位 我不知道 嘉義照這麼多的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在這太高的時候 給我三十萬來這裡 各位 我們總是需要 需要有一點 要有一點點費 好 先來這裡 嘉義這個所在這裡有辦法 我比較緊急 希望說 我們也有福利 我現在都對臺灣的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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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把臺灣的善念的東西講出來 我們後天會再出來另外一本 那這個就是從臺灣的善念的部分 還有去分析臺灣的宗教的內涵 把四百年王爺跟觀音的這些隱形文化進入開來 那我目前在做的這個小小的單位 就是說 都做一些教育的工作 你們要有聽說可以這麼多看 然後另外我講一個 最後講一個故事 就是這一瓶沙的故事 我們這些師父 現在就在讀了 這是以前那時候的 第一 那個李先生 那個我去往那裡跟 微生跟養次 然後 然後 其中一個師父就帶著這瓶沙 你知道這發生什麼時候嗎 這一瓶沙 這瓶沙漸漸刷是在那裡 在北德水天 流水地附海口 1988年2月16號 就是楚溪夜 1988年2月16號 恰好是我們的頂的封面 那就是因為我們調查周水溪間 調查六年 已經調查六年 已經下來到這個西捆的地方 然後那就是 因為李高明 我都以為我以前做的 結果呢 我們台北亞是在那裡的衣服 已經有六千點了 我在自己都照顧 我才會去做法庭 做法庭 他說當時不是他不去到外 他要去到外 但是他不去到外 他就去到外 因為左水溪 北從陸港 南到北港有40公里 他的真正陸海口的地方 就是沒有 看不到陸海 他水變成是浮渝龍 然後有一些地方 會出現流沙 流沙是什麼 你們知道吧 台灣 有誰看過台灣有流沙的幾首 我在左水溪 再爛一次碰到 我完全不知道 我發覺我沒在那裡 變成是浪水溫 而且我發現 我也在下沉 噢! 一陣子在台北亞 我們就用半櫃 後來 最後是用穩的 我讓人家問出來 那一陣子 我有在學生 你知道嗎 那我問出來 他說 嗯! 哪有這個這麼舒服的刷 我就打了 所以我在採集那個時候 不是有大的塑膠袋 我擁抱這山蟋子 我就回家做地點了 就對了 會讓我掉下去的燒 我從來沒有問過 我寶巢很快 就一個塑膠袋 繩子綁著就帶回來了 帶回來 隔了兩年 我恰好在文史誌裡面 那個寫道 就是隱隱限制 還是哪一個限制裡面 那個簽條是 來 後 看得下 左水溪 在陸海口的地方 這些鐵板沙 在陸海口的地方 有流沙 人現之 人逆之 就是人擲下去 九條鑰也拉不起來 你從我看的時候 就體體有可能 發生了 我告訴我 高下雨就是那位子 以前有很多台灣人 嘴裡的戲劇 你知道嗎 我在那時候 就嚇到一個人 就想起杜魯的兩祭師 杜魯 他在那個戰亂的時候 哀死之亂的時候 他寫了一個 死氣瓶 誰問 威來死之連 什麼意思啊 意思啊 那如果是蝶子 就是離戰亂離海 而已 蝶子就蝶子了 有人知道了 威來死之連 就是無死的 這裡有照鏡子 這裡有夠可憐 顧影之連 這兩句話在講什麼 你知道嗎 在講真正的悲劇 連影子都不見了 那 懂得 在那邊顧影之類的人 你一點都不可憐 在講什麼東西 凡是一口氣再 就沒有悲觀的權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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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